至於在今年誰賺最多錢 答案是 陰勢相當旺的周董 即將成為人夫的周杰倫 飾演愛情兩得意 不論是代言 商演 行情 就連演唱酬勞都高居各個歌手 光在今年就賺盡六億元 荷包滿滿滿 而天后蔡依林也不遑多讓 扮演一天的雨雪 浪盪水一見美 記著末天的晚人 登上低潮大會 新專輯百變奏型 一推出馬上成為焦點 不僅要忙宣傳廣告代言 也接到手軟 還要跑脫開場 天后蔡依林一年就賺盡 五億七千萬 迄今指數榮登亞軍 和好友羅志祥不插上下 楊小允 我是 十一隻代言 辦完個人演唱會 再出DVD 電影主持戲劇通通都接 堪稱最多元的發展人氣王 拿下季軍實至名歸 星科老爸王力宏 還有女子天團SH1 都擠進2014年 西京排行榜上前五名 而入榜的十位歌手中 最亮眼的就是蕭敬騰 除了未滿十年幾下 五月天林俊傑 楊成林 堪稱西京 姬幽谷 唱片市場低迷歌手紛紛 代言活動跑塌結唱 更讓自己成功大把西京 記者臺北總和報導 臺北總和報導 正確大迴 坐下